记者简会如台北报道 国内金钻凤梨因为豪雨影响 导致果肉含水量过多 价格持续低迷 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上周五更出现 今年最低价每公斤平均11元 农业会农粮署 今天到嘉义大临产的了解 并启动调节机制 预计煤和加工业者收购300吨凤梨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表示 受到6月中旬豪雨影响 云林、嘉义地区金钻凤梨的含水量过高 导致肉生果比例增加 部分还有裂果情形 品质降低 不耐储存 造成价格下跌 从6月上旬还有每公斤17到18元 跌落到6月中旬在12元左右徘徊 目标处理300吨凤梨 农粮署今天到嘉义大临产的了解 并启动调节机制 煤和加工业者以每公斤8元收购加工果 制作成凤梨线、果钱或果汁等等 以稳定凤梨价格 确保农民收益 原本凤梨产地的农民团体及农民 因为不满凤梨价格毫无起色 打算集合到台北抗议 今天农粮署表示 产地农民对于农委会收购加工措施表示认同 承诺取消下周赴台北的抗议行动